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的大使是梅农先生 他现在是印度外交部的国务秘书 他跟我说过一个话 他说西方记者整天比较中国的发展和印度的发展 他说好像我们两国在那搞竞赛似的 他说我认为我们没有在搞竞赛 我们按照印度的情况来发展印度 你们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发展中国 我想他这话说的非常的好 实际上我们也只能够互相尊重 你很难设想用中国的这套办法去发展印度 那个老百姓也不干 反过来说您设想一下 如果在中国咱们用印度的这套办法 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个也是上帝知道 而现在的这位大使 拉奥大使 他写了很多很好的诗 还专门也有诗写中国人的 我都翻译过 但是他最感动我的 我觉得可以做格言的 你们不有什么交子名言录吗 我觉得可以做名言的 他一首诗里头 他写撒马尔汉 就是原来苏联的乌兹贝克斯坦的撒马尔汉 他在撒马尔汉的那些感觉 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也不通话 他说他的感觉是什么 说我们都是被历史的烤面包机 历史就好比是一个tooth machine 一个烤面包机 在放在不同的部位被烤着的面包片 他说他和撒马尔汉的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他同样都是都受历史的影响 都要迎接历史的挑战 都要迎接历史的温度 这个赤热 不管这个热是好热 还是凶恶的热 但是我们在不同的部位 还是大腿 您那边可能把脑袋烤糊了 我这边我这脚丫子给烤上了 但是咱们同时都是被历史的烤面包机给烤了 我觉得他说的挺有意思 我们把全球化也是一个烤面包机 所以我们又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实咱们这事情就是像王总说 他都有两面烤面包也好什么的 咱们刚才说的好像都是印度人在抵制全球化 其实也不然 而且我就遇到过就是印度朋友说 其实这个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给他们的好多 比如说低种性的人带来了一个解放的机会 怎么说呢 这些人本来都是在他的原来的农村村里边 谁都知道你是哪个种性的 他翻不了身的永远翻不了身的 但是因为城市开始需要人了 就像咱们这打工仔 他也很多人就到大城市来了 到大城市以后他就变了一个身份 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虽然他带着他的性 但是他干的职业变了 他周围交往的人变了 他就变了一个环境 他从这个全球化的意义上 他重新开始了 至少是某种意义上的重新开始 他把他原来的社会结构这么一个方式改变了 有一些市场的经济给他带来了 比如说 就是说咱们说那个农民种棉花 他有的农民就找到了一个 比如说欧盟 他本来很穷 他只能种那个 他都买不起化肥 所以他也就不失农药 他倒反而是一个自然生长的 一个很干净的 比如说棉花 这样呢 在高端的这个欧盟的市场呢 有了一些很富裕的人群 他就怕你那个棉花就是被污染的 他要买一个高价的 纯净的自然生产的棉花 这俩人接上头了 我就听到他们有某些地区 就是他们印度的一个帮 就是一帮农民找着出路了 这不是双赢吗 就这类的故事 我觉得全球化有很多侧面 你说这全球化 咱们老在说这个印度 但是我觉得你是要从印度 这次反恐事件当中 外界的很多批评 也反映说呢 这地方他有点跟这个所谓 现代化效率和速度 不太吻合的地方吧 反应也慢 速度也慢 很多东西接轨不上 我说这什么意思呢 我想起跟这个 与此恰成对照的一个国家 就是德国 是吧 我们认为德国人靠谱 干活 那家靠谱 但是德国跟中国又是怎么一个比较呢 是 德国人他认真 办什么事啊 他有时候这个 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看的最多的是龙英台的一些散文 因为龙英台他原来你先生他是德国人 他是他们家在海德堡 他就说他和他先生一块到中国大陆来 到中国大陆来 那还是很早 刚刚刚刚刚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到一个什么县里边比较 就是地方上去 然后发现那个床啊 是来回摇晃的 这个德国人就觉得很恐怖 说这个床怎么能够睡人呢 睡得能摇着会掉地也怎么办 比如说那个龙英台 当然他懂中文的他就把那个招待所所长来了 这招待所所长一脑门子的汗 一拂一拂 好办 这是好办 然后出去搬了三块砖就进来了 这儿填一块那儿填一块那儿填一块 不晃了 不晃了 行了 这德国人在傻了 说这叫什么事啊 说这个 说这什么意思啊 说他搬砖来干什么 说搬砖是因为他晃了 说砖你们知道不知道 砖是垒墙的呀 砖哪是做床的呀 就是德国人认为呢 砖是垒墙的就应该垒墙 你打酱油的只能打酱油 你不能打醋 对不对 你这瓶子这是酱油瓶 咱们装酱油 这是醋瓶 咱们装醋 这个龙英台就讲说 他在家里也碰到这种情况 说哪个东西有点晃漏 他就找了一本就是不太有用的书 一本后书 可能一本字典吧 一本什么东西 他把我那一塞立刻就顶住了 这轮台自己 他先生也傻了 说这 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说我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书啊 书是干什么的 书是阅读的 书阅读的怎么能塞在那 你不是现在你不是不阅读吗 这叫北京话就是轴啊 德国人就是轴啊 可是他为什么他的你看到现在为止 中国我我我所知道的进口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德国的最多 最多 您站在这儿您不轴点回来一鸣活 对对对 而且他还信得过德国药品 信得对他的印只要是德国进口的不管是汽车还是什么什么都是你觉得质量肯定保险能用上100年对这个咱在中国还真没法跟他比中国里边我觉得有跟德国有一比的民族可能是日本日本人这个敬业和轴要见就是这事情这认真我把这活就要做到最细最好你看他们的不管是他们的产品还是他们的衣服甚至他们的画 我觉得就画一个儿童画他都哎呦一笔一画精雕细刻花了多少时间要咱们这回我因为我女儿看漫画他就特别熟这个就是说简直中国这个漫画没法看粗制滥造人一画一个圈点俩鼻子眼就算完了这个动作也很粗糙人家那画的简直就是细而有特别有美感你知道哪个部分要突出哪个一个发型就要画 那就是说人家民族性里就有职业道德这个我反正你说的这个这个感受我也非常深 有一天我也去日本访问是这个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第二天我们要离开东京了离开东京了他要求把我们的交运的行李都给他 然后他拿去以后他认为这个所有的包装都不合格他一夜他可以补水他把他然后开重新用绳子用封条啊他要要做到你绝对的万无一失 我不管你那里的有好东西也好没有好东西也好他说哪能这样交运呢这样交运行李对自己 鸡也不负责任对人鸡肠也不负责任呢是不是是是是他是室友是你看他就很多器皿他多精致咱们这比如说就说饭馆吃饭你进一个中国馆子和进一个日本馆子完全是两种感受对因为中国就是菜做的很好吃可能非常好那盘子碗都是粗的他不不配套灯光过亮啊没有气氛人说话高声你到一个日本馆子很安静 那光打在哪儿就那么一点小生鱼片给你一个特别漂亮的盘子给你一个喝一个生酒吧他来一个托盘让你各种各样的小玻璃杯 您选就是你选比如女的你可以选这种瘦杯子男的要选一个粗杯子他特别细致 光看见包装就对了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事物就有另一面 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大气大而化之管这么多干什么我把我抓住主要就完了 对刚举木将来他这个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他见过的东西比较多他有一种晚不在乎的劲这方面意大利人也有这个劲 意大利人有时候我特别愿意跟意大利人在一块因为意大利人在一块怎么都好说是吧 所以咱们俩说的是强强三人行吧如果你们二位是意大利人的话如果到这儿我忽然有点懒了我说要不咱们今儿不强强了咱们改成是吧咱们吃炸酱面的了 意大利人呢 意大利人他就绝对他接受 接受 对 德国人他绝对不接受 对 他眼睛能瞪瞪不大 这怎么了 说好了 出什么事了 他不知道 真的您说观察真有我也有感受 我也是比如说就是意大利的饭我都觉得跟中国的有类似的最精吃 对 你可能说他有些饭糙 你日本的那么细 你让我天天吃日本饭过一个钟的我受不了了 你受不了 意大利面 一个面他有多少种 各种各样的酱给你配各种各样的面 你就百吃不厌 还有呢 还有德国朋友告诉我这么一个说法 我觉得挺逗 有一次我到他一个城市叫杜林 杜林 到杜林呢 我发现呢 那有人呢 这个最后啊 呕吐的 有脏的东西 我就跟德国朋友说 我自己心里的想啊 我也不能老夸你们的 我整天夸你们 向你们致敬 我快变成德国德国迷了 我说我上你们那个杜林那去啊 哎呦 我说我可没想到 那街上那个呕吐物 就在那搁着也没人管 嗯 他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 他说汪梦 我告诉你 德国人进步了 哟 他有那一面 就是他本身也觉得德国人太轴了 太轴了 哎 什么事都是什么 哎 他有的地方 他说是不是有的地方也有点肮脏了 我说是 他说这德国人进步了 哦 我不会出现法西斯了 哈哈哈哈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您说这个啊 这是德国人轴啊 说日本人认真啊 我倒觉得啊 其实中国现在我有一个感触 我不知道说中国人是从来就有点大而化之不太认真呢 还是说因为某个时代的原因变得 我怎么觉得现在各行各业啊 这个粗线条的人对了太多了 对了就是你弄的吧 哎呀一个事情 说实在我觉得我还是偏细的人 这可能跟我爸爸什么有有关系 对吧 但是我觉得确实我们的生活需要这样 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 你就不能细心一点 是是 这个这个和好像有些古老国家都有这一劲 不是 这还是渊源流畅 我觉得过于过于成熟了 哎 什么事 他都不是特别放在眼里头 觉得不需要那么扣扣扣的那么干什么 但这个问题我和日本朋友也也交换过意见 日本朋友啊他也是这个看法 他说中国人的智商非常高 他说一般的比较起来 反正起码你不能说中国人的智商比日本人高 嗯 但是中国人就是办事 他没有日本人认真 哎 我觉得我们就是就是这点认真的劲啊 是应该学 原来毛泽东倒是说过 说是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 这语录您会会对吗 对怕就怕认真二字 哎认真二字 说共产党就对讲认真 可是呢 现在看起来我们有些事也没有讲认真 尤其是有些法治啊 规定啊 这些什么规则呀 他不认真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就像您说的两面说 啊 往往你交朋友 是吧 感觉这个大陆的朋友 对 北京的朋友 他好玩 他用在这个创意上讲啊 也有他的其实有优势 你比如我在香港工作 我的感觉 香港他早年过去是英国这个殖民嘛 他带来的一套制度呢 你比如说 我觉得我的香港同事 真的是很敬业 而且很职业 做事一二三 按照规矩来 可是呢 往往啊 咱们在想一个节目的时候 大陆的同事 他比较容易来个天外飞行 你完全想不到的一个创意 但是可能香港的朋友呢 他就更重视说 你这个主意怎么落实 咱哪天发通告 哪天把它做成 他不见得能想出很多这个天花乱坠的东西 这北京大看也特别有这个特性 他不屑于干那些执行起来非常费劲 一步一个眼的这种事 但是他能砍 他有奇思异想 刚才说日本 还说好像据说日本朋友 还特别佩服说 我们中国就是中国的古代的大思想家 我们太崇拜了 因为我们没出过这么像老子 这么大的思想家 他们真崇拜 他就觉得 你说老子 老子就有点有点太深了 你就说这个什么几大才子书 你看中国人喜欢孙悟空 西游记 中国人讲72遍了 他是一种那种思路 好家一根都是飞 你看中国人就讲遍遍遍遍遍 感觉神妙无方 刚才一说这 我又想到德国了 可能我记得 我在不在说过没说 我想不起来了 没说过 有一个台湾背景的一个朋友 他嫁给一个德国人 那个德国人是一个很好的汉学家 后来俩人打离婚了 弄得很不愉快 这位台湾女士就抓着我的手跟我说 说王猛 你知道什么叫魔鬼吗 说像我先生这样的 他把德国人的冷酷无形 和中国人的阴谋诡计结合起来了 德国呀 他有他比较冷的那一面 有几个德国的男人跟我说 说我怎么看你们的电影 你们男人有哭的呀 他说我们18岁以后不哭了 这个你听了你也挺渗的 有点斯巴拉兵端的 那个劲儿是不是 而且就是真的我觉得您说德国这两面 这中国我觉得就咱们原来说印度 这比较起来就说能砍 大人话之就跟印度比起来 印度人比中国人还能砍 我的感觉 这个阿玛迪亚森有一个词就总结这叫什么 argumentative indian就是说号变的印度人 我太这些年只要是中国同事和印度同事在一起考讨论会 永远是印度人滔滔不绝 每个人一个观点不断的在这争论 中国人发言很少处 不是光跟英语有关系 而且后来最后你发现真到做执行计划的时候 中国人交活 按点全准时交活 但是质量高低咱们并说着 但是给你交 真的是执行能力强 说规划一个城市 马上规划完了 那边讨论了十年 还在这各种 他倒是确实很全面 但是他有的时候就缺少行动的 这个这一点我也不懂 是不是越是第三世界的国家 越喜欢讲哲学 我在印度的一个很突出的感觉 就人人要和你谈哲学 你去吃饭 他不谈吃饭 谈哲学 你看跳舞 他不跟你谈跳舞 他要说这个舞蹈背后的哲学 甘地也是讲的哲学 毛泽东也喜欢讲哲学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 伊朗的总统内贾德 他一张口也是哲学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是哲学偏爱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亚洲国家 还是亚洲国家偏爱哲学 尤其是宗教发达的地方 他这个好像世俗的文化就受到了变成第二性的了 就受到压抑 因为世俗文化太现实了 你马上就得衣食住行什么怎么怎么去实行 对吧 但是作而论道 这个是一个古典传统 西方人呢 基本上是把印度当成一个灵性中心 世界灵性中心 他这也有特别可爱的一面 因为你这个最现实的什么什么GDP 是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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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收入 什么环境的指标 这些东西都太现实 你有时候成功 有时候失败 可是在哲学上 如果你讲的话 讲得好的话呀 你是永无失败之日 你只要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弄通了 只要自圆其说了 哎呦 真舒服 真享受 哦是吗 他有一种满足感 还有一种满足感 建构了一个世界 建构了一个精神世界 我天哪 就是这个大师互相相视一笑 什么拈花而笑 那种毕竟 对啊 是最高的 所以你这个这个 为什么我们现在回到最早最早 我们谈起这个话题来的 说印度人呢 对这个现代话 就不像中国人那么急 我想和他们哲学多有关系 他一看还没怎么现代话 我有哲学呀 对 中国人呢 办什么事相对急一点 就连那个外国人跟我说的 说的我真不好意思 他说这个机场啊 check in呢 就是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 最不耐心的就是中国人 就是他不得不排队 他排在后边吧 他还一会儿脖子往这边看看 一会儿脖子往那边看看 是是是 他说这个前边的人呢 都感觉到烦 觉得这个人你给我施加压力 是不是 我在这我也不是聊天 我也不是香香三人行 我是让他给我选一个座 然后我就走 对对对 你怎么你就不允许我这是选个座呢 是不是 咱们就是急啊 有这一面 对但是他印度人又有一个优越感 觉得你们物质文明是比我们发达 但是我们精神文明比你们高尚 当年咱们亚片战争以后 咱们中国人就是守这个阵地 我们精神文明最好 我们抵抗了好久 一直到梁淑明时期 一直到梁淑明也是这样 我们还是得靠我们的精神文明 顾鸿鸣也是这样 我们的精神文明最好 为什么呢 我家里头三个一代的能和平共处 你们这刚搞 刚这三人一搞恋爱就开始决斗了 你看谁的精神文明好 对对对 还是中国人圆融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也从行而下说上行而上 但是说行而上也有点关系 你不要我听到过一些论调 比如说说这个中国 现在为什么出现一些 食品里都能放毒这样的这个事情呢 说因为头上没有神明 就是说这个缺乏一种 这个这个这个那种宗教意识 说你要是信了宗教呢 你就恐怕至少你不会干那么恶的 那么下贱的事情 但这个又有人跟我讲 说你看说美国 美国选奥巴马 说这是一帮头上三尺有神明的人 他跟他的信仰很有关系 比如说上帝面前发誓 他不说假话 这个比较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话题 核心价值 你要是有一个核心价值 不管你这个核心价值是 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出来 你说如果说中国人过去没有这种信仰 也不见得 中国有这个信仰 就是说你所谓天网恢恢 说而不漏 说而不漏 你做了坏事一定有报应 他不一定说非得你是佛教 或者是道教 或者是基督教 或者是伊斯兰教 你不管什么教 我不能做坏事 我做了坏事 这个坏事最后会落到我的身上 所以我们现在整天讲这个核心价值 但是核心价值呢 必须在人的内心里能建立起来 当然另一方面呢 他这东西还受什么腐化呀 什么这个互相包庇呀 但是另一面 光相信这个道德和价值 显然就是法治 说认真 中国最不应该不认真的就是方式 没错 沾到法治的问题 你必须认真 是是是 如果你法治再不认真 这国家没信 你必须认真